大家好 欢迎回到麦子学院 很高兴大家收听我的Vlog.js详解 我是你的贴心演师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显示和隐藏 很相同的一个属性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show 那么隐藏的话 其实也抱暗含有一种hidden的那个意思 那么v跟show它是什么样子的呢 它就是简单的切合元素的一个css display属性 能够注意它和v跟if最大的区别就在于 v跟if它说白了是让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结构层这边 好让我们的doom端 它到底有没有我们的这个元素 但是呢v跟show 它是通过改变css的display属性 好display是block还是not 这一块来来实现它到底是显示还是隐藏的效果 那么v跟show的元素它会始终渲染并保持在doom当中 那它的格式是非常的简单 v跟show 然后呢后面这一块 那么它的格式跟我们的v跟if是一模一样的 如果是如果ok为真 那行整个表现它都会存在 那么如果ok为假 哦那就没办法 好 那么v跟show要注意一点 它不支持template语法 ok 它并不支持template语法 因为它并不是来来操纵doom的这一块的 它只是改变doom的css的 所以呢 我们不能引用这样的一种指令 ok 引用一种类似一些angular的指令的这种方式 好 这是不可以的 那v跟show它是怎么一个显示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好 还是一样 我们在这里 等了等个五秒钟 我们看一下 它会自动消失 那我们回头再来看一下它的原代码 好 我们的这一块 跟我们刚才的v跟if是一模一样的 唯一的一个不同 就是我把if改成的show 其他地方的代码全部一模一样 那么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来 我还是把我们的v跟if给它打开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控制台也打开 在控制台这里 ok 我点慢了一点 好 我们发现它这个里面是有内容的 对吧 是有内容的 然后过了五秒钟之后 section里面的它突然全部消失了 ok 没了 好 这个是在这里的 有的 然后它突然一下子就没了 对吧 那里面内容全部就没了 而v跟show这边的话 来同样我们把控制台给打开 打开之后呢 来我先刷新一下 我们看 看这个里面 ok 这里 它是有这样一块的 然后呢 突然一下子 它还出来 还是存在 但是呢 它会突然给我们增加一个style标签 style标签 然后呢 让它的display等于num 好 来我们再刷新一下 看一下 ok 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一块 它是有的 对吧 然后呢 突然一下子 它就增加一个style标签 那它的display属性等于num ok 这两个一定要明确 vif和vshow 它的最大的区别就在这里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v跟show 谢谢大家